柯文哲卷入了金华城按持续延烧 继北检陆续约谈多名官员以及独委之后呢 今天早上又有了最新的进展 他们大动作的来搜索微金集团的总部 在最重要的占贴位置 商办是一定需要的 因为金华城创办人就是微金集团主席沈庆金 除了搜索公司还有住家一共43个地点 包含证人在内带回14人 不排除会陆续送到地检署复训 这回会被搜索的关键疑似就是金华城改建过程 1987年微金集团取得机械厂旧址建立金华城商场 经营18年后不敌亏损 2019年结束营业改建成顶级商办 因为省清晶认为台北却一个大型商办区 所以才会有商办大楼计划 而改建中从原本的392%容积率提高到560% 多次送件都被否决 经过多个单位在由监察院调查后 韩文纠正北市府 在2018年把容积率回复成560% 最后在2022年科市府公告和可 达到840%的容积率 而除了微金集团外 这回被搜索的名单中还有他 日前才回应被名嘴爆料 便当会就是金华城案的关键转折 说只是陈情案之一 这回疑似被查出涉嫌当牵线人才会被检方调查 并搜索市议会办公室 针对这个柯文哲的部分 那如果他礼拜四要召开记者会的话 是不是有所谓的窜拱 或者是故意用媒体的舆论来影响这个检方办案 如果是这样的话 是不是针对柯文哲要赶快做个具体 尽管针对搜索约谈 北检表示不便证实 但以目前的行动来看 恐怕已经掌握更多事证 TVBS新闻综合报道